雞有雞味,魚有魚味,牛有牛味,蝦有蝦味 你今天吃了什麼味? 又來開餐了 大家好,我是阿肥 我是阿愛 今期我們來到旺角吃什麼? 火鍋放題 這個火鍋放題有什麼特別? 為什麼要山長水遠來到旺角吃火鍋放題? 還要是中午和? 沒有,只不過上網看到我們平時吃了一家樂天王朝吃小籠包 七色小籠包 但現在它開了一家火鍋放題 離開旺角逛逛街,當然又試一試 它的店名叫美芝 吃完會不會皮膚更好? 真的很需要 你不是很需要,我很需要 事不宜遲 開始看我們開餐前,記得訂閱我們和按旁邊的足跡 好,那我們在一齣新片的時候 大家就會第一屆思路 我們一起吃下去 好,我們預先上網已經訂了桌子 今天是星期六的下午時間 一進來,我看到有幾台客人 其實這裡也有很多位置 不過我看到這裡的裝修是熱粉紅色圍著 挺適合我們這些打卡,也不錯 另外還有一點特別是 一來到門口的右邊有一個位置 有些類似兒童天地 好了,我們都要說一下多少錢 這裡再看,其實它有分幾個級數 有分A,B,C,D級 我們現在是因為下午時段 所以便宜一點 不過留意一下 星期五、六日是要另外加10元 我剛剛點完我們才發現 原來我們以為 通常外面吃的東西 可能你點B就會有AB 但原來不是的 原來你點C其實是沒有B那款肉的 只有C那款肉 所以我們剛才都點了 所以只能夠試到 澳洲M6加和牛前腿心 一個C這個餐 每位是268元 今天還要加10元 278元 不要以為這樣就完 原來還未完 因為這個湯底 如果你點普通的湯底 就包一款 上面六款選一款 下面這兩款特別一點 每煲是要加70元 但是阿肥威就說想要特別一點 特別在什麼呢 通常是鴛鴦 但是不是 這裡有一個叫四季鍋 就是可能以前 大家有吃過海底拌 都見過有幾個格 這裡有一個是四季鍋 它叫四季鍋 可以選四個湯底 這個四個湯底 它就加70元 但70元就可以選昂貴的湯底 但是昂貴的湯底 就不需要另外加錢 加70元 就有八損四 肥威這麼貪心的 就是選70元 我就隨便吧 一來到試一試 其實剛剛湯底都來了 裡面的餡料都挺多的 我們試一試 好了 剛剛阿呆說了這麼多 相信大家都在睡著 那當然要吃東西 先試個羊 其實我都挺喜歡吃羊 有沒有觀眾都喜歡吃羊 不妨在下面留言 好 先試一下 先點一下醬汁 外面有多少醬料 可能你會說 這麼多醬料怎麼調配好呢 其實上面都會教你 有幾種醬 教你怎麼調配的 當然你可以跟它 也可以選擇不跟它 那我當然選擇不跟它 那我試一下 這個羊很嫩 有一點酥的味道 這個酥味 不錯 這個酥味 我試一下重頭戲 就是這個 澳洲M6和牛前驅心 那名字很長 好 試一下 我看到一份真的快 一大塊 測下去 測下去會偏瘦 那我試一下 嘗 哇 味道很重 而且我打算煮得久了 所以我以為會很嫩 又不是 挺好 雖然它的脂肪不高 但如果時間控制得好一點 都是很嫩 好 試一下這個豬花肉 先試一下 嗯 有一點點韌 沒什麼豬味 總括而言 排第一 我覺得 羊和牛都是同等好吃的 豬就一般 正如剛剛所說 我們叫了四款湯底 有四款湯底 試一下湯底 好 試我最清的 椰子湯底 試一下 椰子很濃厚 很滋潤 很滋潤 還有醉雞 一喝下去 酒的味道很濃烈 雞味反而不是太濃郁的東西 好 試一下這個香辣 香辣 養生的湯底 嗯 這個辣呢 是幾明顯 不過呢 辣得來 你會不會太濃郁的東西 感覺到很多材料裡面 真的挺滋潤的 阿肥吃了一堆肉類 我們也加了一堆火鍋配料 火鍋配料未來之前 就試了這個是 為你刺身船 它每樣會有兩片 這個是菜的 試一試 菜也有帶子 外面會有刺身醬油 雖然是菜的 但我覺得它挺厚厚 也挺鮮甜的 試完三文魚 三文魚就比較薄切了 而且感覺上那些脂肪好像差一點 試一試 油脂味不是太出 再試一下筆記杯 筆記杯也有一點鮮甜味 暫時我覺得大致比較鮮甜味 不過這個也只有一次性 純粹淺嘗 講一下這裡的飲品 其實外面除了自助醬油區之外 另外還有自助飲品區 其實裡面的飲品種類 跟我們一般放題的 就不同了 因為都是一些比較普通 和少量的種類 但也會有它自己製的 藍泡茶和可樂 這個茶味也挺濃郁 看它的樣子挺淡 但味道不錯 我這個是桂花烏龍茶 好 先試一下配料 首先吃腐皮魚卷 通常大家吃腐皮魚卷 不可以想起什麼 當然就是藍寄 好 先試一下 都挺彈牙的 不過我覺得它的質感 是沒有藍寄的炸春卷 魚肉春卷也好吃 這個比較差 好 先試一下魚褲 這幾樣東西都是以彈牙為主 我覺得是不差的 就試一下海鮮 這是什麼 沙白 不過這個沙白 相對看起來好像比較細粒 不知道多不多沙 吃不到有沙 不是 有少許沙 還有最後有少許沙 不過都是這個太細粒 沒什麼口感 差點 先試一下手工餃子 真的很喜歡吃餃子 尤其是見到火鍋 可以任吃這些餃子 尤其是說自己是手工餃 更加想吃 一定要碰 試一下 皮看起來好像很薄 裡面有些菜味比較明顯 肉味沒那麼多 好 最後試蝦 我們把蝦放進醉雞湯底裡 70元來說有四款湯底 我覺得算不錯 其實我覺得可以加70元 本來鴛鴦當地已經要加錢 70元有四款湯底 還可以叫它這兩款特別要加錢的湯底 我覺得不錯 如果再點的話 可能兩個椰子 一個餃生湯底 可能會轉來一個湯底 兩種味好像有這麼多 到現在好像差不多的感覺 沒有什麼分別 嗯 有蝦味 爽口 不錯 肥牛除了剛剛我們來吃的和牛 其實也有另一款牛 還有肥牛 還有這個 四方肥牛 相比和牛 這次我嘗試用醉雞湯底 看看有沒有怕出一款醉牛 另外順帶一提 其實你叫最便宜的價錢 其實已經是有這款牛 就不需要叫最貴的 一於跟大家嘗試 如果叫最便宜 這款牛 吃不可以一個 牛味蠻重的 不過剛剛稍微 其實人都不算很久 已經有點偏韌 另外還有一款 是最便宜的 就是這個 精鼠肥牛 就是一般的肥牛 天天吃完 基本上單都賣了 價錢稍後再說 但是 原來賣完單 他又做了一個 類似甜品的東西 就是這個 柚子沙冰 又試一下 如果份量可以再多些 就差不多了 酸酸味味 挺開胃 作為整個火鍋的結尾 不錯 我們已經吃完了 重溫一下 價錢 價錢是多少 價錢兩位 連加1 688.6 即是分開 344.3 好 就是市右邊位 推介指數 5分5分 加上就是推介指數 阿肥 推介指數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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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介指數是4分 好 為何會給2分 第一 原因 我先說它的好方便 第一 我覺得它坐得算舒服 還有 我覺得它脹軟也算多 M6 也算是可以吃的 那你呢 好的方面 跟你說的都是差不多 而且服務態度也不錯 另外最美的沙冰 也不錯 不過我覺得性價比 不是太高 因為三百多元 剛剛吃的只有幾瓶牛 還有海鮮的沙白 我自己吃的就有沙 相比起其他火鍋放題來說 它沒有什麼熱食 還有食物的種類 飲品的選擇就差一點 只有茶和少人的汽水 就完了 連雪糕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性價比就差一點 不過我發現原來這間店的對面 有另一間店是不錯的 就是身後的八哥仙 好像挺吸引 我看到它又有燒肉蓋加火鍋放題 對好像不錯 我們下次試一下 好的 好 我們今期影片差不多了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正所謂食物質素可升可跌 甚至可以突然毫無 質素可燃 所以大家記得 因應自己成熟風的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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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在社群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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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之前很早期推出的时候已经很想尝试了 因为要等一整个小时 但现在不需要等太久 但也要排队买食物 试试这个 我现在吃的这个是双倍D24榴莲的番茄 49元 它的番茄皮挺薄的 烟烟硬硬硬 榴莲肉挺香的 也不错的 留到阿菲斯另外两样都是榴莲的甜品 大热天时当然要吃冰淇淋 这个是榴莲冰淇淋29元 本身有一球榴莲肉 加多一球就加13元 这一杯就是42元 试试 正哦 试试榴莲肉加冰淇淋 嗯 哇榴莲味好重啊 那些是榴莲肉 加多的冰淇淋 如果你喜欢吃榴莲的一定不能错过 除了冰淇淋的肉 我还叫车淋饼 车淋饼是多少钱呢 16元 试试 嗯 里面有榴莲味的 不过我觉得 车淋饼的饼皮就硬了少少少 我个人来说比我喜欢吃冰淇淋 另外一点就是 以上的榴莲食物都是期间限定的 可能吓死你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不过不要紧我帮你已经试过了 是好吃的值得你试的